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现在是倒数60秒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好 没问题 好 其实好像也不用倒数了 我们应该就直接开始做好了 大家再自己跟上就好了 那艾雅斯方便先请你先简单的跟Equipax的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好 好 已经播出去了吗 有吗 有啊 没问题 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雅 然后呢 我过去 我是在台湾土生土长 然后大概十多年前到美国来念硕士 然后后来就待在美国工作 然后过去的十年 大部分的时候是在科技公司担任产品经理产品厂 然后还有行销长的工作 然后呢今天要特别来跟大家谈一下关于人脉的故事 因为好像那个就是我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些关于人脉的故事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 然后同时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人脉功能在活动通上面 好感谢阿雅 那我也跟大家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就是我是Ecupax活动通的营运副总 我叫迪斯尼 那我这边是有大约七年左右的产品经纪的经验 那以前也有带过一些广告带以上 还有就是Dioe会计事务所等等的公司这样子 对那今天就很开心有机会可以来跟阿雅聊一下 我们Ecupax这边全新的人脉功能 那其实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跟阿雅的认识其实非常的传奇 对就是有一段时间 我记得是去年大概10月11月的时候阿雅回到台湾来嘛 对然后他其实那时候参加非常多场的讲座 然后跟大家做分享这样子 对然后其实我在当场是没有机会跟他交换到联络方式的 可是我后来回家就写了一个笔记 然后后来就刚好发现我有一个朋友 一个旧事跟他是很好的朋友 他就在我的照片下面留言说 我怎么偷签阿雅的时候 但其实没有那是照片错位的关系 对然后就是后来我就说 那可以给我阿雅的facebook吗 他就给我了 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有联络上了 对然后就变成说 现在会有这个机会 坐在这边跟大家就是来做这场直播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就是我们从陌生人到黄金人 卖的一个小故事这样子 对那这边还是要介绍一些东西就是 那首先要先跟大家推一下 就是阿雅的书 对啊 追不到梦想那就创一个这样子 对就是大家要赶快去买书 这样子 对那 那我也要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的人脉功能 对大家可以扫描 下载我们的app就可以开启我们的人脉功能 对那现在就是请我们线上的朋友啊 就是可以帮我一个忙 就是说 呃我们现在如果在我们的直播下面留言 就是嗨矽谷阿雅 然后你帮我标注两位你的朋友 我们就会抽到我们专业版人脉一个月的这个功能 对那他价值是590元台币这样子 对那请大家现在就是留言 嗨矽谷阿雅 然后标注两位你的朋友这样子 好OK业配时间结束 对好那这边就是想跟阿雅稍微就是聊一下 因为就是其实有看过你看完你的书啊 然后我发现就是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对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细节是大家想要知道的 就是你在书中一开头其实有提到说就是 你其实在当初在美国那边要开始找工作的时候 你大量的去找很多学校老师帮忙啊 然后也很勇敢很勇敢的发信给大企业的高管 然后想要去跟他们约喝咖啡 然后请教有没有工作机会 对可是你跟这些高管那时候你是学生嘛 你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到底要聊什么话题 对啊然后你要怎么判断说 哎现在的气氛到底怎么样 那什么时候该结束对话这样子 方便请你帮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 嗯好哦我觉得很多人都想说 哎我要去跟别人Networking 然后到底要Networking要讲什么这样子 所以那我想先跟大家分享几件事 第一是你去Networking的时候 你要先理性一件事 就是你要你去什么样的Networking 比如说今天我是跟去跟一群朋友一起去登山 然后所以呢我们刚好有朋友朋友带了一个朋友 或是朋友说哎我想要介绍你一个朋友 因为这个朋友好像跟你在同一个领域工作 那像这样的Networking它不是一个说 你有一个很具体的purpose 说你自己希望对他们帮你什么忙 对不对所以这种的Networking 其实就是交交朋友就是聊聊天 了解认识一下对方你的背景是什么啊 哦那你常常来登山吗 然后你都爬多高的山啊 这些应该大家都很简单 可是那另外一种的Networking 就是说是有针对性的 我跟你约了一个one on one的时间 那一对一的坐下来喝咖啡的时间 那这个的话我就会建议大家说 第一很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 而且很明白的告诉对方你的目的是什么 但如果说你是在找工作 我等一下会讲有不同的方式 可是比如说你很明白 我今天呢想要我下个礼拜要跟也要跟迪哥直播 所以哎呀你可以告诉我跟迪哥直播 迪哥直播的时候有什么诀窍吗 就是叫他不要穿的这么帅 然后背景又这么好看 对啊哎呀比下去了怎么可以 是不是 所以那就可以跟大家了解一下说 我的目的是什么 那可以明白的告诉对方你的目的 让对方知道你可以帮就是他 你可以帮助他什么 你的他可以帮助你什么吗 然后想一件事情是 我可以帮助对方什么吗 那你约的时候呢 我会建议大家就是约 除非是见面聊 如果是线上的话 电话什么就是不要超过30分钟 因为没有人想在电话上跟你讲 然后视线讲那么久 然后视线讲那么久 但如果真的聊得开心 他就会自动延长了嘛 然后另外我会 就是会时间到的时候 我就会告诉对方说聊什么呢 事先我会准备一下对方的背景 然后因为我已经有目的了嘛 我想要问阿雅下次跟迪哥直播的时候 可以怎么样约到迪哥呢 迪哥直播的时候他会笑得很开心吗 我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接话呢 对不对 然后先把这些东西列好之后 就是可以直接的问对方 然后呢 结束前记得问对方想说 我什么事情可以帮助你 那你可以事先先想一些点子 比如说我在那个 阿雅我谢谢你帮助我 然后我下礼拜跟迪哥直播一定会很顺利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看你 哎上个礼拜有开了什么直播 我有帮你分享给我朋友哦 或是就问对方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助你 然后时间到的时候呢怎么办呢 你就是时间到的时候 你要先记得问对方说 哎我想要尊重你的时间 然后我知道我们约的时间已经到了 那你觉得你有多一点的时间 我们可以多延长10分钟15分钟吗 那对方如果说好你就可以继续 这样是比较有礼貌 嗯了解 所以刚刚听起来 其实第一个就是 你要有很明确的目的先让对方知道 你要跟他谈论的内容 对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 我觉得也要准备好说就是 立人立己嘛 你如果要对方帮忙 那你要先想可以帮对方什么 所以我觉得事先有准备这件事情 是一个很重要的tips 对那好吧 那你跟你呢 你又怎么会跟别人破冰 因为像你做活动通的行销步骤 应该要常常跟别人破冰吧 每次去都要介绍 活动通还是你 你通常都怎么跟别人破冰呢 哦其实就是可能说起来不相信 但是我在刚开始去 跑活动跟做外社交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是一个不太知道 怎么跟人家开始的人 对因为其实在所有参加活动 这些人里面有很多人问说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内向的社交者 我应该怎么跟别人社交 对那其实我有几件东西 就是小技巧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大家看过很多书 应该都有看过说 哦你去到一个派对里面 你一个人去你该怎么办 大家会说你要找在站在墙边 孤独的一个人这样子 然后去跟他聊 就跟他说 嗨我今天也是一个人来到这场活动 然后我非常的紧张 不知道方便跟你交过朋友 对那因为我 千万不要只有走去点心区 然后默默的挑了那个最好吃的点心 吃完两份之后就回家 这样OK的好不好 至少要给你自己一个目标 说我今天找三个其他烙单的人 一起吃点心 吃完我们就一起各自回家 哦就是这应该是阿雅在美国 常常遇到的状况 东西太好吃这样子 我当然确定它有亚洲式的甜点我才吃 如果是都是那种美式很甜 甜到要命的brownie 我就放弃立刻回家 不是啦一定要找旁边的人一起吃完 了解 对就是其实我也会 应该说我去那些场合 其实我不太吃东西 因为我主要目的就是社交 对那我那时候其实在跟 真的是烙单的人 他们会有一种说 因为他也烙单了一段时间 他觉得好无单好无聊 这个时候你去跟他讲的时候 他其实会产生一种 我想要帮助你的一个念头 对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好就算今天他们是两三个人也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人多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我是比较强势的族群 那你是一个人 没关系我就让你加入我们好了 我们这样大家一起比较有个伴 这样子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 适时的去示弱是ok的 对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 呃其实真的很内向者 应该怎么社交 我觉得可能你就不要先花时间 去做太多无效社交 你肯定要花很多时间准备好自己 对因为就是如果你今天就 譬如说你有在写作写文章啊 你就写很多很厉害的文章 然后可是你只是本人真的见面的时候 不太知道怎么社交 我觉得这也没关系 大家就会觉得 wow 你的文章好棒 我想跟你请教 为什么你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来 你就会有东西跟人家聊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我觉得可以先专注在你个人的专业上面 先让你的专业就是专业到 让别人可以去看到 我觉得接下来你的社交 就会简单很多这样子 对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 如果有的人会觉得说 啊我如果今天是跟一个大头聊天 然后我哪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助他 对他那个随便手指挥一挥 我们就那个 我哪有什么事情 对啊你就 可是你要想啊就是 你可能有认识另外一个 你可能没办法帮助他 可是你可能认识另外一个人 跟他差不多一样厉害 你至少可以介绍他们认识 对不对或者是 你也是在这个领域 你现在小孩这么大了 是不是什么时候 请我去baby sing 不是啦就是 小孩有没有想要上夏令营 听说我朋友去上那什么很不错 要不要介绍给你 就是然后还有很重要就是 保持联系 然后大部分的人其实最 因为我自己大部分的经验 是在大公司工作嘛 然后意思就是说 就是以前很多年来 一直都会有人想要厂商来拜访 卖东西 那我通常因为厂商都多 可能记得有哪一些厂商 除非你有合作过厂商 不然你不会记得 可是呢我永远记得那种厂商 就是我可能这段时间 没有需要买他们东西 可是他还是记得每次都来聊天啊 你好不好啊 或者是你可能最近正在找工作 然后他就会跟你说 我跟你说这家公司怎么样 那家公司怎么样 或是说你可能刚跑这段时间 觉得很低潮 然后他们还是就是约你出来 没关系你现在没有要做生意 我还是可以跟你出来 喝杯咖啡没有问题 像这种就是之后 我都会记得他们 那当然不一定 最后都可以雇用他们 可是他至少是第一波 被考虑的人选 所以雪中送炭真的很重要 明白 其实我刚刚这段艾雅的分享 我也抓到几个重点 就是第一个 你认识一个很厉害的人 那尽管你自己不能帮他 但是如果你认识两个三个很厉害的人 其实你可以去思考 他们彼此的供需 是有没有办法match在一起的 你就可以当作中间的那个中间人 去介绍彼此这样子 那当然第二个 其实我也想再追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我发现你书中的人脉 都很夸张的经营很久 就是从你刚书社会到现在 都还是很好的朋友 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本质上我自己做起来 会觉得比较困难 因为其实可能就是大家平常工作 我也没有这么多时间 然后又有家庭要顾这样子 就是你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在社交上 可是你是怎么去维持这么长的情谊 而且到现在都是好朋友这样子 好 在回答这个之前 我先给一个故事 是我刚刚上一题的故事 就是说我那时候 刚刚从西北大学毕业的时候 其实中间我有去 因为想要去参加conference 然后想说去参加conference 就是座谈会只有最多人可以认识 对 然后第一是因为我觉得 第一是我觉得发现座谈会都很贵 所以我就先联系主办单位说 我可以帮座谈会 在台湾的广告杂志写一篇文章 你可以让我去参加 然后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我就找到一个那个就是NBC的副总 然后就是NBC的副总 跟CNN的副总 他们有一个panel 然后他们聊完 他们讲完之后 我就各自拿了他的名片 然后我就一直有跟那个NBC的副总 把联络 他住在纽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两个小孩 然后我每次去纽约的时候都会约他见面 有一次我约他见面的时候 然后他就是刚好被裁员了 然后那时候我就拿了CNN的副总的名片给他 其实他应该也认识 因为他当时在同一个panel 可能你知道去演讲的人都很忙 或是那时候不觉得有需要 我这么大牌随时要找这个人随时都有 可是没想到他已经就是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就拿了他当时的那个CNN的人给他 我说你那时候有跟他panel 然后我有他的名片 你再回头跟他联络 他一定会联络 然后后来他或许没有因为 这样找到工作 但是至少就是给了他一些希望 然后有更多一些人脉 然后回答迪哥刚刚的问题就是说 对就是哪有时间经营 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经营这件事 就是第一是我觉得不要勉强 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人跟你没有合得来 就不用跟他保持联络 没有关系 我是真心的这么觉得 就是因为就是回头看就是我通常很多 我最常保持联络就是我以前喜欢的老板 你就觉得这个老板很不错 或者是公司里面其他的上司 我觉得很不错 或同事我觉得很不错 那我们就会保持联络 然后我觉得没有关系 没有合得也无所谓 那最重要就是说你可能大家久了以后 就不要有事才找人家 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你就问他一下 现在就是网络都很发达 LinkedIn Facebook 一下说 那个佳姐愉快 生日快乐 什么什么到了 就是最近好吗 我觉得像我最感动 就是说我前几年 就是在事业有点逼潮的时候 我有突然有一个西北大学的同学 那是一个印度人 然后他在学校的时候 人缘没有很好 就是大家就觉得他怪怪嘛 然后后来他就跟我约说 哎呀最近好吗 然后可以跟你聊聊天吗 然后我第一下 第一刻想到就是说 他可能是要请我帮他什么忙 才会突然 那么久没联络 然后突然联络 然后我就跟他聊 聊聊聊聊了半个小时之后 我就说所以你到底要干嘛 他说没有啊 我纯粹只是想跟你聊聊天 关心一下你怎么样 那他也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 可是当下我就觉得 哇塞 这人也太好了吧 没事就想来connect一下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害怕 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去关心别人 然后就觉得我只是想要reconnect 然后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也没有问题 那我的方式就是我会不定期的时候 联系这些我以前觉得很佩服 他们的这些上司 嗯明白 因为在台湾其实常常就会很久 每一天都一天都会说 嘿你有听过案例吗 就是大家可能就会比较紧张这样子 对啊然后确实啊 我觉得就是在人脉这块东西就是 只跟你觉得对人持续保持关系就好了 因为如果双方真的不对痛或者说 其实相处起来压力很大的话 我觉得其实经营起来也会像双方都很辛苦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觉得艾雅这个建议非常棒 嗯 那迪哥你觉得呢 就是你觉得人脉对你的收获是什么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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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对你来说你都怎么经营 然后你的收获通常是什么 哦 其实我的经营方式就很做自己 就是 其实我常常也做很多很傻的事情 就是其实没有什么 就是我不会去问我会得到什么 但是就觉得你常常需要帮忙 我就能力范围之内去帮助你这件事情 那第二个 其实我累积的卖方式真的是参加活动 对因为我在 本来我的工作就是Ecupace内部做产品经营嘛 然后我在去年的时候 开始去负责一个新的项目叫Ecupy云摄影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要去负责这间公司的营收 那我那时候没有人脉嘛 就是自己去疯狂的参加活动 我在2019年应该参加200场活动吧 对所以就是 从一开始大家都不认识 然后我后来就会发现我去到后面的活动就是 很像回家 就是一去就看到十几个我认识的人这样子 然后就开始打招呼啊 交换一些对方最近的状况这样子 但是我其实我最一开始的业务目的很强 就是我就是想要去交换到名片 然后有机会去成交这样子 可是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我这样自己很累 然后后来就把这件事情拿掉了 我就变成说我就是很pure去分享我有什么东西 对然后如果我帮了上网就帮 那如果说你真的没有需求 或觉得我的东西不符合你们公司要的东西 那没关系我们就做朋友就好 对那我这样做之后反而轻松了很多 然后就会觉得说 其实没想活动就去看看朋友 然后听听讲师分享 然后小孩就认识啊呀 所以就是我觉得 我的经营人脉哲学就是无心交友有成因这样子 对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需要帮忙 不要害怕就是直接告诉对方 因为雨淇在那里就是搞来搞 讲来讲去 然后讲到最后就 我其实是要的 那你浪费我半个小时 我前面前29分钟都可以帮助你了 你现在浪费我29分钟再跟你讲一件无聊事 对 然后但是如果没有目的的话也无所谓的 就是 就是 我觉得我比较后悔的事情吧 就是 嗯 没有那么放 以前 因为在系统工作很辛苦 然后工作时间很长 压力很大 所以我在 呃 在业界的时候 比较很少参加活动 坦白说 就是 就觉得没有时间 然后没有什么在意外面的事 那可是我觉得我比较后悔就是说 比如说像我后来 呃 比如说换到不同的领域 产业了或者是 新创了什么 就会觉得说啊 以前应该多在外面看看 因为不是说只有专注在办公室里面 我觉得更关心去接触一些 你没有想到以后会干嘛用的事情 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 那也是我比较后悔 我以前没有常常做的 哦 没关系啊就从现在开始 哈哈哈 有有有我立刻开通了那个 碰碰的人脉 我昨天有加了五个好友 哈哈哈 你的权限应该可以加七十个 就这样讲 好好好 我今天有加了五个 各位有看到我的好友邀请吗 赶快接受 那我好奇请问一下 因为你刚刚提到 其实提到说就是 有需要对方帮忙的时候 可以直接开口 对那我看阿雅琴 你在书中也有分享说 其实在美国可能找工作 一般都是会用linking 对 那我比较好奇 你书中有提到的一点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主管 跟用人主管的角度 你会你在看linking上面的东西 你会先怎么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吗 好好好 没问题 那个我可以偷偷又再回答上一题吗 我每次都讲完之后 我突然想起来 还没讲到这个故事 那个偷偷回答上一题就是 我 你知道我以前 在Sears的时候有一个老板 然后这个老板 他是我们 反正团队里面很大咖 就是老板 就是老板的老板 然后以前是在那个 MIT的时候 他是一个博士 然后他专门研究是 他是做数据分析 可是他其实当博士的时候 专门帮助人家走路 就是他透过数据分析 刺激一些什么鬼东西 然后不能走路 突然就可以走 然后呢这个老板 我就有跟他保持联络嘛 然后有一天后来他就 有一阵子他就在找工作 然后因为这么大咖 很难找工作 因为可能全系部 就那么几个位置 然后所以 没想到说 应该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帮上他 结果没想到他就说 他发现 其中一个考量的职位 是在新加坡 然后 因为他是一个印度人 然后他又是在美国土生土长 所以他就说 我对这个职位没有兴趣 然后我就说你确定吗 新加坡 还对外国人还蛮friendly的哦 然后而且你小孩现在就是还在上学 你知道新加坡可以请helper 你可以很多人帮你带小孩上课 什么什么事又不用做 然后我就帮他介绍了几个 在新加坡工作的人 然后没想到他就因此这样子 就发现说 去新加坡好像是可以 然后他就飞去那里面试 本来他一定要拒绝那个面试 然后他就搬迁去 然后事后他现在就是在那里 过像皇帝的生活 我就很快乐了 好故事讲完了 回到LinkedIn 我会先看对方的标题 所以标题真的很重要 标题不要只写 比如说我是 如果你是 比如说你是 我在一家贸易公司 然后我在贸易公司做进出口 可是我想要去做的工作 是到贸易 其他的贸易公司做行销好了 那你可能你的title上面 如果是写 如果是写什么公司 然后你可能贸易公司 就是小小小 就蛮小件的公司 你可能小小公司 然后这个做进出口 那可能你想对方 如果你要找下一份工作 是某个大大贸易公司的行销 那当然keyword 要有这种贸易公司 那你又小小 我可能不知道 贸易公司 对你可能要有行销 所以但是你不能骗别人嘛 所以你可以看看你以前的背景 有什么是有相关的 然后把这些keyword写下来 就是比如说你可能不能只写 不只写着你写行销电子报 然后有社群媒体直播 然后网红开发 然后加上这个贸易 然后还有我以前做过电商集团 或什么之类 就是你记得产业 什么产业 电信业 物流业 什么旅游业 然后什么样的职称 比如说我以前 虽然以前现在不是是做进出口 可是我上上一份工作做过跟行销业务相关 那我就写行销业务 然后接下来你就写说 我会的技能流什么什么 就是到媒体购买什么之类的 然后还有背景 大部分人都有放自己的照片 然后自己的照片要打开公开 因为可能 人看到你不是公开照片 就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比较不靠谱 然后你就没有跟你联络 然后背景有没有 就是背景图 大部分人都没忘记放背景图 背景图很重要 比如说我是数据分析师 那你放一个背景就是跟数据相关的 我是工程师 我放一个过去我做过的app 或是我是什么 我是做行销的 后面放两个开出货的活动 就一看就可以知道你是什么的背景 不要放这个背景是你跟你找的工作没相关 然后纯粹是兴趣 比如说我要找的是贸易公司的行销 可是我以前喜欢的兴趣是放工针 或是开一个开骑机车 然后就背景又放 那人家以为说 所以你是在汽车公司吗 还是你是在玩具公司吗 对 然后再来就是职秤 就是你的职秤 如果跟以后跟要找的都没有相关的话 你可以稍微就是夸呼一下 如果是真的 比如说我是做进出口的 职秤叫做进出口专案管理总监 可是其实我做工作是 有一半是在做行销跟专案管理 那你可以刮胡 后面写行销与专案管理 你没有说我是行销经理 你没有骗人 可是你可以写说 这个后面 其实我们公司这个实秤很奇怪 可是其实我是负责这些事情 然后再来还有 你的公司如果大家都没听过 那你可能要跟大家括号讲一下 或括号或是那个内容可以写一下 比如说我是小小公司 大家小小肯定都是 小小是一家很在玩具领域很大的贸易公司 那这样大家就比较知道 然后最后就是技能 你在最下面不是有个技能吗 请你把我会写用Word拿掉 谢谢大家 就是不要再看怎么游泳啦 打网球啦 我会Word啦 就是你要找放那些 你跟要找的工作有相关的地方嘛 了解 对其实刚刚讲应该就像说 举例来讲 譬如说我在EQPASS 可能台湾大家知道 但是一旦离开了台湾 大家可能不知道说 那这是什么 我可能就要写 它是一个台湾最大的活动平台 对那甚至 假设我们连大队那边一起算这样 就是亚洲最大的活动平台这样子 对可能就写这样的东西 它是网路业 或者是科技业 然后或者是 就是线上线下活动 然后或者是什么 就是任何是跟未来有兴趣的 比较有相关 大家注意看迪哥 下次他如果改了 就知道他想去哪里跳槽 不是啦 大家不要害他好不好 我没有挖洞给他掉 对那就是正在改的 其实我很常用Lincoln 去做就是商务开发跟媒合 对因为我找的客户 其实大部分也都是低端的客户 所以我会希望更精准的 让他理解到我们公司 到底可以帮上他什么忙 对啊 所以其实 对啊像你们会用Lincoln 去开发一些business吗 就是这段阿雅有经验吗 还是 嗯 有耶 但是我这几年比较少 因为这几年就是工作忙碌 没有时间那个都是在回应别人比较多 因为刚好在企业端嘛 所以厂商来卖东西的比较多 但是 但是还是会有 就是偶尔会有 比如说现在有在做新创 那可能我想要找其他的创业家聊聊天 纯粹就只是想要知道对方的经验 那我可能就会问一下 或者是说 记得老朋友在以前哪个公司的时候合作过 然后可能最近有一个什么问题 想要问一下对方 然后我觉得 跟一个跟刚刚之前有关系 就是说当你找对方的时候 第一是你如果 你如果加陌生人 其实是OK 可是你要记得给他一个note 就比如说 你随便加了一下阿雅 我是人很好 我是都会接受 只要看起来像台湾民族 我都会接受 但是 就是一般人如果没这么好 你可能就要说 我最近读了你的书 然后或者是 我看到 我发现我跟你的 有在同一个社团里面 我也是做产品管理的 我在科技业 所以我对你的科技的背景很好 或者是 我跟你同一个月份生日 不是啦 就是 就是你告诉一下对方 就是总是会比较personal touch 然后另外还有我觉得很 很no-no的 就是说 不要乱发那个 就是垃圾信给人家 就是有时候 你可能觉得 比如说 那如果有发也OK 可是 至少打个招呼 比如说 我有那种很久没联络的朋友 然后最近在卖房子 然后就一直传讯息来说 卖房子卖房子卖房子 可是 我觉得OK 可是我宁可你告诉我说 哎呀我最近在卖房子 如果有朋友 再帮我转一下喔 对不对 OK嘛 或是哎呀我最近在卖房子 你有想要买房子 直接找我喔那OK嘛 可是就一直转发来这些 然后没有没头没尾 或者是 我下一次我说 我帮你按赞了以后 我下一次 我邀请 我生日party有时候邀请你又不来 不来又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来 总是要 就是定时的跟人家问候一下 那这样才好意思帮助别人 就是请别人帮助你 明白 所以刚刚这段话 其实我听到三个tips 第一个是你以后发讯息给人家要帮忙的时候 不要用罐头讯息 可能每个人都要客制的话去打 然后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想要加阿雅丁庭的话 就买这本书 追不到梦想就创一个 然后写好读书心得 然后传给他 他就会加你好友了 对对对对 读书心得我都会认真看 有问题我都也会认真看喔 真的 有问必答 对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 你刚刚提到说就是生日party 所以你们在美国 其实会常常办这样的party跟聚会吗 就是有什么样的传统文化 还是说习惯就是这样子啊 嗯没有欸 我们现在什么party都不能办啊 哈哈 现在不行啊 我说之前啊 但是就在家里啊 有啊 就是我们就会开一个活动 然后就会跟大家说 哦生日了 要不要来参加一下 不用带礼物喔 但是你如果硬要带我们也是会收 不是啦 哈哈哈 哎呀 现在到9月8号 没有其实还有两个月 哦没有就是我们还蛮就是聚会啦 或者是偶尔就是社团 比如说湾区台湾人什么活动的话 就会来参加 政大校友会什么时候 偶尔就会去参加唱笑歌 然后就是就会对大家参加一下 但是其实我觉得要多逼自己去多多多做 因为越懒就会越来越懒 就觉得啊好 没关系下次再去好了 然后你就会就会越来越懒 然后通常都会 其实很多时候你没有想到 会启发什么火花 比如说我几个礼拜前 西北大学有一个 一个多月前西北大学有个教授过世了 然后呢他们发现一个线上的告别式 然后老师就问说 谁愿意来参加 我就说好我可以来参加 然后除了完告礼拜 就是告别式参加完之后 我其实跟老师以前很好 可是已经大概五年没有联络了 然后完了之后 老师现在邀请我 要不我们联系一下 然后我就跟老师约了时间 然后就是就纯粹就是聊一下 然后老师就说好我们聊 我就说好老师 我只不会耽误你超过二十分钟 老师一讲就两个小时 你知道老师快要退休了 实在很想找人讲话 然后中间呢老师就发现 老师就问我说 那你要不要来学校教课 然后我就说还不错哦 就是我之前有教过几堂课 然后疫情已经影响 所以暂时没有教了 然后所以你有时候真的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机会 明白 所以其实机会就是生活各处 随时随地都有 那这边提醒一下 刚刚才上来直播的伙伴们 你今天只要在我们的直播留言处留言 嗨 细鼓阿雅 并标注两位你的朋友 然后分享我们这个直播活动 到您的就是公开的页面上面去的话 就会抽到我们一个月590元 专业版的人脉 对就是不好意思 就突然又飞进来一个业配 就是因为机会无所不在 要再次提醒大家要做这件事情 对 Tag 写嗨 细鼓阿雅是吗 对 嗨 细鼓阿雅 好 嗨 细鼓阿雅 Tag 两个朋友 就有机会得到那个 那个人脉的功能的专业功能 话说是说到这个 你们为什么会想要做 就是办活动办活动 为什么突然想要做这个人脉功能在APP里面呢 噢 其实这一段是这样子 就是之前我们疫情的期间 有非常多线上的conference webinar就一直举办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 但是我自己参加了蛮多场的 可是我参加完在 就是主持人说 时间到下限的那个瞬间 我就觉得说 好空喔 就很干有没有 就是什么活动突然间结束了 然后你可能就穿着睡衣短裤 那我就去穿阿西脸干嘛 就是你会觉得少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参加活动之前没有穿阿西脸 为什么 没有因为刚好吃完饭去参加 想说去穿阿西脸 我转的好硬这样子 你知道work from home 比较随意 大家如果跟迪哥参加活动的时候 如果觉得他嘴巴臭臭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不是 没有 出门一定会做这件事好不好 对 然后就是 应该说 我们就想起来说 其实以往在线下活动的时候 一般讲师分享完 大家都会开始Networking 交朋友 交换名片 认识彼此 可是一旦搬到线上的活动 就没有这件事情了 那我们就想说 那以我们的角度 到底怎么样 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发现到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线上交友的功能 包含说 你在活动之前 你就可以先去滑这个东西看出 有哪些人会跟你参加相同的活动 你是不是要跟他打个招呼 建立一个关系 这样到现场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是孤单的一个人 然后再者你在活动当中 我说坦白 我跑了两百多场活动 我不可能把所有人都认识完 我大概最多就聊十几个人这样子 那还有剩下的七八十个 一百多个你要怎么办 对其实就是我们可以一样在线上 持续跟他们做联系这样子 对然后活动后也是 我们就把握这个时间点 继续去跟这些人做朋友 产生交流这样子 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就是 其实好的人脉 是会去改变你的人生的 就像阿雅刚刚讲说 其实去参加一个活动 可能就有机会去交课这样子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 都很难说也很成奇的 这是我们做这个的初衷这样子 对而且我想 那他跟B班交友有什么不一样 上去是主要是专业给大家玩耍 还是说也顺便交朋友 单身的朋友 还是什么商务合作 还是通常大部分是做给什么用 OK好就是其实我们跟一般交友软体最大的差别就是 我们的男女比其实大概是1比1 大家都知道一般交友软体里面可能 可能女生相对神 我怎么会1比1呢 我以为女生比较多 哦不是啦 没有这只是开始 哦我们站上的大概是6比4 如果你女生跟男生比的话 女生是比较多的 因为女生比较喜欢参加活动 喜欢探索新鲜的事物 对啊这是我们 那你们男生到底都在做什么 你说说你说说 我们健身啊或者说运动 我早上真的有去健身房 对然后就是应该说我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跟别人最大的差异就是 我们有先天活动这个洛连结这个关系在 对因为你今天在报名活动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讲的 很多人其实就是来内walking跟认识新的朋友这样子 对然后再者就是说 其实一旦你认识了这个人之后 你会衍生很多后续可以发生的可能性 包含说可能求职啊商务的合作啊 或者说你说男男生女生想在这边找对象 我其实觉得是非常适合的 因为至少你们是可能从线下场域 也有机会见到对方的 对而且就是你也知道说 这些人这个人到底过往可能他参加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你可以更加了解他这样子 那很有可能就因为这样交友就共主家庭 哦这个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就是 我昨天跟我们创办人在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他就是因为他早期就去大陆活动型那边 去做一个一个一样的活动平台嘛 他说他那边之前就有一场活动 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是系统刚好出了bug 然后地图就标错了地点 结果呢就刚好有就是一男一女 他们就同时都标错了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遇到就说 我们是不是就是要去同一个活动 他们就说是 然后结果他们就说 哦那可能标错 我们上网找一下资讯 结果他们就一起移动到另外一场活动 然后那活动是一个一整天的年会 结果他们去到那个活动现场之后呢 也根本没有再参加活动 就是两个人一直聊天 结果聊着聊着他们一年后就结婚了 对就是 你知道这个都是超神奇的 我听到就觉得说 真的假的你不要编好不好 他说没有编是真实的故事 因为他说后来多年后 他在一个场合上遇到这个人 这个男生 他就跟他说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做这个平台 他没有娶到我现在的老婆 对然后他才跟他说我这个故事 他才知道 你弄了这个bug 这样 而且搞不好是事后 就是bug只有这两个有 就是这两个人 特意帮你媒合出来的 对啊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算是蛮 就是想要去帮大家解决更多的问题 对啊 然后我很好奇 就是其实阿雅 我觉得你平常都一直笑嘻嘻的很开心 我觉得你的心理素食很强 就是你书中其实有提到很多东西 就是包含说你自己失败了 可能你被炒鱿鱼 或者说你做错一件事情害老板被炒了 那你是怎么样可以很快速的转换心态之后 然后就再往前充斥 因为一般人应该都会低潮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就很消极这样子 那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分享给大家 嗯 西猫啊 不是啦 就是 大家知道我有一只猫吧 对不对 猫猫来 妈咪好难过 猫猫 你说你懂不懂 你懂不懂 你懂不懂 你举手吧 对 西猫西猫 各位 赶快 再养一下猫跟狗 真的很有帮助 没有啦 就是 其实我跟大家一样 而且其实我 其实我不是一个脾气好的人 坦白说 因为我以前是记者嘛 开什么玩笑 苹果日报记者 我们就专门就是脾气坏 动不动就要生气 所以 其实没有什么真的是 比较容易走出来这件事 然后但是我是有一点点大神经 是没错 就是我曾经跟老板吃饭的时候 然后我们去了一家辽国菜 然后你知道辽国餐厅 他在美国就金山 当场辽国餐厅 你知道辽国餐厅是 他们会有那个神明 像我们一样就是有土地公园 然后他会放在里面这样 然后可是呢 那个我就先坐下来啊 然后我们就一场桌 然后因为美国没有圆桌嘛 就大家坐长桌 然后我老板就坐在我右手边 然后而且你知道美国人 他是如果是分菜 他就是一个就是一盘一盘 然后你可能做完你的 然后你不是大家各自那个筷子 下去直接夹吗 就是用完你的工筷之后 或是工匙 然后到下一个人 对不对 然后再轮流这样子 然后你就会觉得 你干嘛一直送我不想吃的potato来 快点那个鱼呢 那个好吃的虾 龙虾怎么都被分走 怎么一直都想不到我这 对 然后我有一天呢 我就 传了就是拿给我 右边的老板 然后老板一吃就说 哇靠 叫那个服务神来 这菜是冰的耶 这样对吗 好奇怪哦 然后一看老板 然后老板就看着我 他就指着我背后说 你这个东西 是从那个供桌上拿下来 因为我左手边是一个供桌 然后他就在手边 可是我没有发现 就是我就很顺手 他供桌不是很高的 就在手边 我就从供桌上拿那个供品拿下来 给老板吃了 对我这故事重点是我确实是有一点点大神经 但是真的没有好到可以忘记这些伤心的事 然后第一个我觉得很有帮助就是说出来 就是像我的我啦 我的方式就是因为我比较是觉得说出来 还会心情比较好一点的 所以我身边就有一些很可怜的垃圾桶 就是正大的同学啊什么 我就会把他们讲出来 然后有时候我会有一个姐妹套LINE 可能就只有三五个人 然后我就会在里面就在抱怨什么什么事情 你今天回头看都会觉得自己真的好爱抱怨 只是就是放就是讲出来之后 我觉得心情就会比较好 因为出来之后你就有一点 某种程度上 你有一点点在用第三者的角度 在看你自己 对因为你要把他讲出来这件事情 你必须要先把它逻辑化 然后讲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所以你在你脑袋里面一定有一点点 然后完了以后呢解决完之后 你再出来给大家听 我觉得那个是对我有帮助 然后再来我觉得有帮助就是说 就是动手做下一件事 就是你可能好我失败这件事情 就是你可能会 第一是我要先说就是失败这件事情 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失败 就是我还是觉得它是失败 可是你要想说如果你一直想要成功 那你就会一直做同一件一样的事 那你就学不到新的事情了 对不对 我觉得很好成功 我很会做苹果日报记者 我就继续做记者 做了20年之后 我还在当记者 我或许很成功 在当记者这件事上 可是我不会学到新的东西 因为就跟骑车一样 你可能一开始骑脚踏车 你很会 会了之后你就去学游泳 去游泳的时候 你第一步又很不太会 然后完了之后 你又去跑步 然后你就可以做三撇了 不是啦 然后你就可以 所以你每一次会了以后 学新的东西一定是会失败 可是失败在练习成功 因为你如果没有新的脚踏车跌倒了80次 你怎么会最后骑脚踏车 所以你要想你每一次失败 你就只是在更接近那个成功 它就只是一个过程 然后我要想到 不要一直觉得 很多人就会说比如说我失业 或者是我被裁员 大家会把那个东西贴标签在自己身上 可是你要想 失败成功不是定义你 它是你现在的状态 状态是会改变的 它只是你暂时的状态 它不是定义你这个人 Do not identify yourself 不要想说 这是你的就是identity 然后动手做下一件事 因为你开始做下一件事 你就很忙 就说好我不会骑脚踏车好吧 那就是再开始试一下这轮子 轮子歪了吗 难怪 是因为前面那个挡风板弄得不好 你就开始弄弄弄 你就会没有时间去烦恼 所以忙了开始你就动手做 你就没有时间担心和伤心 确实 那其实刚刚你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 就是被裁员这件事情 那我们可能也不限于被裁员 但是你一般的话 如果说我想要请别人帮忙介绍工作的话 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你这边有没有一些方式可以分享给大家 有我还很建议大家 第一是你要先准备一下一个求职计划 什么叫求职计划呢 就是说你如果现在假设说 狄哥假设我来了 狄哥我想找工作 帮我介绍哦 然后狄哥就说 好哦 那我也下次再帮你注意 然后就无效无实的 狄哥很好他一定会帮你介绍 不是啊 他就好哦 我再帮你介绍 就没有了 可是狄哥虽然是请狄哥帮你介绍 可是你的最 最近一步下一步的目的其实不是 你的下一步目的是想要约狄哥聊天嘛 嗯 因为一旦你聊了天之后就有机会 他会帮你介绍 因为他可能更了解你 他就会想到他可以帮你介绍谁 所以你的目的不是说他要帮你介绍 你的目的是想要跟他约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跟他说 我跟你约是因为我在找工作 他就说我们都是没有在招人 好吧 谢谢再联络 对 所以你要说 我可不可以请你帮我 看一下我的求职计划 哦 就是他的负担嘛 狄哥没有什么负担 只是说我只要贡献我的时间就好 我也不用事先做什么 我也不用挪袋想什么 对 所以我只要来看 那求职计划是什么 求职计划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先做几件事 第一是看看外面的世界 好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 你就想想看你的专长和你的兴趣 还有你的市场需要 还有市场需要 这三件事情 这个交汇点 这三个圆圈 你的专长 你的兴趣 这个市场需要 那个中间就是可以赚钱 对因为你有兴趣 你又会做 而且他愿意付钱给你 那你怎么找到这些 比如说专长 你就想我什么技能啊 我的技能是我很会甩笔 不是啊 我觉得我的技能是我很会写 我想我的技能是我会演讲 我的技能是我会做产品经理的 专长开发的技能是会把已经那个发飙的工程师拍两下之后 他就会说好了我不生气了 对 你的知识你懂什么 我知道产品经理的流程是怎么样 我知道要怎么解bug 我知道有bug的时候要开什么check it 角色是什么 我的角色是团队里面的产品长 但是我同时也是啦啦队 如果全部人都觉得我们要失败了 就不会 没问题的 继续往前冲 然后就回头哭 觉得怎么可能 我觉得东西绝对做不出来的 对 角色是什么 还有你的核心能力 什么是核心能力就是 我问你你家路边的卤肉饭 有没有家卤肉饭店 有嘛 但是我问你卤肉饭 那家卤肉饭为什么 有没有特别好吃 你说没有 那你就不会有核心能力 你要说那家卤肉饭为什么 因为那个肉是现切的 它那个不是那个绞肉 它那个手工切的特别肥 肥润度刚刚好 或是你家路口门面摊 那它面摊什么好吃 它什么都有卖 但我觉得它最好吃就是鸡肉饭 对你的核心能力是什么 你跟别人一样 你跟别人一样 迪哥跟其他人一样是行销负责 但是为什么迪哥就是语言强 因为我是迪哥 不是因为我会各式各样的事情 然后什么什么 会科技业 我会办活动 我还会品牌 我会软体开发 对 再来热情 你就是你的 想想看你什么东西特别有兴趣 你的个人特质是什么 比如说你的个人特质是 我在书里面有讲到12个人格特质 比如说你像是智者 你想想看像CNN这个品牌 就像智者 就是相信知识才是一切 还是你是统治者 就是你一讲话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会听 其实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但是就觉得是对 还是你是那个 还是你是peer giver 就是想要照顾者 每次就大家都会觉得 你就是感觉就是妈妈 每次一来就觉得被你保护 对 反正有很多种 再来还有你的价值观 就是你到底喜欢什么 有的人喜欢自由度很高 有的人喜欢挑战性很强 有的人喜欢 最好一定要赚很多钱 钱多到我没有发不完还要 每个人都想赚 可是有没有想要赚特别多钱 比如说周末的时候 又去炒房地产 干嘛干嘛 对不对 然后还有最后就是市场需要 你就看趋势在哪里 现在市场需要什么 然后再来你就是依照这个 把你做一个求职计划 里面写一下 依照我看到这些需求 我想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是什么产业 是什么样的开头 是什么样的技能 然后我愿意找是什么地区 然后我的特别专长是什么 我自我介绍是什么 然后你可以讲我过去我有 比如说五年的工作经验 其中三年我做的是这个 两年我做的是这个 但是最强的是这个 乳肉饭 特别肥跟瘦就是刚刚好 对 然后你再属对方看这个东西 嗯 明白 对 确实是蛮好的建议 然后我其实想要自我介绍 我要整个拉回到第一题 就是去上海活动现场 怎么样去破冰 其实我觉得你要先准备 属于你自己的三个Tag 就三个关键字嘛 因为大家超过三年记不住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然后另外啊 刚刚提到说 请迪哥介绍工作 那我就顺便来业配 就是Equipax现在成真 产品经理 UI designer 前段工程师 后段工程师 资深架构师 请大家永远投地履地这样子 对 是发展太好了 怎么这么多 缺这么多人这样子 就是事情很多做不完 对啊 所以现在就是希望 各路好手可以来加入这样子 好快去帮忙迪哥 这样迪哥才可以多做一些直播 放轻松 就是其他人说 罗罗罗罗 快点 把这些事情都做 哎 我外面很适合做那个节目主持人 你超整个超热情的 有过强 没有没有没有 话说那个你讲到说你们缺这么多人 那你觉得你们最近不是又做了很多新的功能啊 什么之类的 做这些东西就是挑战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需要这些人才 那对于就是对 另外还有对用户的影响是什么 哦好这样说吧 应该说我们其实一直是一个Evap platform 那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平台 我们去面向主办单位跟参加人这边去做到最好的媒合 对那当然接下来我们提供很多的功能 其实它本身都是跟SaaS相关的一些订阅的服务 对但是我们现在整个转做社交就是人脉这件事情 其实是跨很大一个领域 对所以其实我们自己 我觉得第一个是用户对我们的心理定位 就是我们在你心中的新占率到底是一个报名活动平台 还是可以变成一个是拓展你商业人脉的平台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有点像品牌的重塑 但是我觉得优点也是至少我们也在台湾努力了八年 其实大部分的人对我们的评价都是好的 对那我们也希望不要让这群人失望 我们希望让产品越来越好 对那当然就是需求很多 然后人真的做不来 所以会需要更多的好手加入来做这件事情 对那我觉得对用户的影响就是如同我刚刚讲的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 就是你今天参加一个 好年底可能有个大型的AI的Session 对它可能有500个人参加 可是你回想你过往 其实就算我给你一整天的时间 你也最多就认识三五十个人 不会超过 而且换完影片你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对那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 我们吃了三个蛋糕就回家了 不是啦 三五十肯定很多了欸 我去看朋友说 蛋糕一 蛋糕二 蛋糕三 It's time to go home 好年底你知道阿雅吃完晚餐想要吃甜点了 对 没错 你知道吗 我们这边现在因为店都没有开了 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很多甜点可以吃 我每次都很想要吃什么岛灰啊 什么那个仙草蜜啊 什么刹冰啊 芒果冰啊 为什么你们都这么好 不过台湾很热 我们这边没有热 我们都穿短袖刚刚好都不要 还要穿一点薄外套 可恶 对没有就各有各的好 对那我继续讲回来 就是吃完蛋糕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 我来这场大会的目的 其实是想要听厉害的讲者演讲 可是我会不会也就会认识他呢 我更想要做这件事情 对那我希望我们未来的卖功能是可以 让你在我们的app上就直接去找到这样一个你想要认识的对象 然后可以去跟他做联系 以及说跟你有相同兴趣 都想要在这场活动有所获得的人 那你们就是一个可能未来的一个兴趣的人脉圈 可能你们都很喜欢吃豆花 你们就可以因为豆花 然后产生很长时间的友谊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这也是蛮有可能的 对然后我会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其实去参加访处前面 如果讲者除了一开始再弄一下麦克风以外 都没有试过 然后都很难 都没有人会去跟讲者讲话 虽然讲者不一定会想跟讲话 因为他可能在背倒 可是大部分的时候他们都没事做 因为就是已经调到麦克风了 他都是没事做 可是结束我们就很多人去 然后结束因为多人 人到就说到 因为不好意思问太久 因为后面的人 就会贴你 然后还有事后跟讲者联络 几乎没有人说 给我一张名片 回去之后 根本就名片 又不知道丢去哪里 所以我觉得 真的比较好的方法 就是事先去跟讲者 打个招呼 他可能很忙 没有想你多聊 或是他可能 当时心情就是 就是myspace不在 他就是在准备 你跟他要张名片 隔天跟他联络 因为当下跟他要张名片 就跟他自我介绍一下 说我是干嘛的 然后我知道 你现在在忙 要准备演讲 然后加油 然后跟他要张名片 然后也不用听演讲 就回家 不是啦 然后也不用听完演讲以后 隔天就问他说 你昨天讲得很好 然后什么什么 我有兴趣 能不能这个地方 问你个问题 或是我能不能跟你聊一下 嗯 明白 哦对啊 其实就是我觉得 那个前中后 你就是跟人家 要联系这件事情 真的是蛮重要 因为其实我碰过 那种就是 我们会去参加同一个活动 他真的先记他的 这个给我看 结果我就先看过 现场可以有很激烈的讨论 和火花 回来之后 他还从LINKIN 再发一通讯息给我 感谢今天的时间 我就觉得 这种就是 我就算现在不跟你合作 我也觉得 你这个人是很OK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人脉跟你做人 也很有关系 就是你其实如果 本身散发 像阿雅一样的正能量 一直帮人家鼓舞啊 加油啊 勇不放弃啊 对啊 帮人家吸猫跟自己哭这样子 对啊 不能这样留给自己这样子 或者是 我跟你说 还有一个很有帮助 就是我每次去演讲 我都很讨厌 都没有人记得帮我照相 因为有时候 主办单位很忙 然后我们又不是什么 大咖讲者 然后去拍完Tino 之后就走掉 然后所以我就很喜欢 那种观众 有人就是 哎 帮你拍完照之后 然后事后还寄给你 你就觉得 这个塞太好了 立刻多回他两句 然后问他 你好不好啊 有喜欢吗 听了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真的很有帮助 嗯 你这个Cue到 就我AQ拍云摄影的服务啊 对 因为我们就是会 当场拍照 然后当场就把这个link 赞给全场的参加人 就可以所有人都看到照片 这样子 尤其是讲者又特别喜欢 对啊 所以就是 大家如果对 刚刚艾亚讲这个情境 然后觉得你也很痛苦的话 欢迎搜寻AQ拍云摄影 他是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 然后艾亚 因为其实跟你聊天 我觉得时间过得超快 就是大家都很开心 对啊 那我们其实 是有蛮多观众 他们都在留言处 有提出了蛮多的问题的 对 那我相信说 就是我们现在参加的伙伴们 就是你们可以开始 继续留言你们的问题 那我们的伙伴摸 就是会帮我们整理这些问题 那我们就来 逐个做个回答这样子 对 那艾亚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那个word的第二页吧 这边 对 就直播这边 有节目一些问题 好 文化上觉得在台湾 看看在矽谷有什么不一样 嗯 嗯 我先讲我觉得在矽谷怎么样好了 然后你们告诉我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也离开台湾十年 所以我怕我讲不出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就是 就是台湾甜点比较好吃 然后 然后 不一样就是 不一样就是台湾大家都 那个演讲不好意思问问题 然后私下都 后来私下问题都问到不想走 只是 举手的时候前面都没有人问问题 然后老美都立刻冲上来这样子 嗯 我觉得 就我觉得networking在美国 坦白说我以前 觉得在美国networking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哦 就是英文不好嘛 然后所以就是对方讲什么 第一是你有听没有懂 然后 所以你就一直 很认真听 然后又觉得好像没有听懂 然后笑话可能也听不懂 或是他可能讲新闻你也听不懂 然后再来是 你好不容易撑到就是你发现你有听懂了 然后你想说好我在等你 我要来插话了 等等等等等 他一直讲不停 讲不停 终于来插话了 一讲完之后 对方就说 蛤 法人 就是说我没有听懂 就觉得靠 我好不容易 就是收集了这么多自信 终于要那个 然后你就像那个自信 就像那个气球一样 嗚 然后讲完再来 啪 就没了 我觉得也是觉得很痛苦 但是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是 这里就是我觉得 大家 其实很多时候出了那种one on one的 meeting 不要说是one on one 就是我大概去一个happy hour 什么之类的 大家其实不太会一直讲工作的事 就是他会讲 可是他不会是唯一的事 大家可能会聊别的事 所以就很有帮助的就是说 虽然你可能没有兴趣 可是偶尔看一下球赛 或者是我讲的球赛不一定很难的 比如说你可以看篮球吗 因为至少我们台湾比较稍微看得懂 然后球那么大 不然那个曲困球球那么小 都不知道球去哪了 然后棒球 然后现在是安吉打是什么 现在吉磊 那个是磊 那是磊包吗 对 就是挑一个你觉得你勉强还有幸 如果现在特别火红的 然后就看个那个最重要的那几场 就是可能final的时候看一下 semi-final的时候看一下 那至少明天大家再抱怨说 啊那个球员怎么可以 然后失误你就说 对啊 这真的好烂喔 对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大家会 会谈一些别的东西 然后再来我觉得 也蛮有帮助就是说 有时候你可能真的觉得那个场子很 不知道大家讲什么 那或许如果是小一点的群众的话 甚至你可以自己来说 那要不我们来玩个游戏 或是要不我们来一起 就是要不要一起看个什么节目 再去朋友家玩 然后大家一起看一个什么节目 什么东西可以聊 然后我觉得其实 大家不会太在意说你没有 就是没有一定治疗工作的事情 哦明白 你讲到这个我觉得就是蛮有趣的 因为就是在几个月前 我在捷运站坐车的时候 就有人突然说 我觉得你包包好好看哦 你包包在哪里买的 然后我其实心中防备心就整个起来 我说怎么会有人问这个问题 就是真的很奇怪 但是我后来证实 他们真的是一直走在那边 问大家这个问题 但我不知道他要干嘛 要不要我帮你那个就是擦包包 你包包给我一下 我帮你擦一擦会更好难 不是啊 但是美国人还蛮爱这样子 在路上就说 nice dress nice haircuts 然后就会觉得干你什么事 对其实就是我发现 台湾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如果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你聊的时候 这件事情反而是有点尴尬 但是我确实跟外国朋友在做这个交流的时候 不会有这个状况 因为可能比如说我已经住在加州 所以西北大学或芝加哥大学的校友就不是那么多 所以你如果找到校友的话 大家就会很愿意就是帮助你这样 那可能在台湾就比较少 因为可能政大随便都是啊 没人都说政大 中山女高到处都是 所以就不会特别觉得 我们也是中山女高 就觉得没什么大家都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其中一个connection 大家可以如果想交国外朋友就可以利用 哦了解了解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题 对 请问新鲜人如果精力不多的话 该如何使用linkin扩展人脉及求知 这里书中其实是有写到 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希望可以补充更多的内容 就是说今天一个新鲜人 我的linkin到底该怎么做 对我觉得精力不多 第一件事情是不要oversell 因为我觉得以前我比较少看到这样 然后这几年可能大家都很害怕 自己没有好好表现自己 所以就会oversell 比如说我觉得很糟 就是那种 我是比如说像 不要不要说我们 我之前一阵子有遇到伯克莱的大学的学生 他是印度人 然后他是伯克莱大学MBA 所以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嘛 就没有什么好假装的 然后我就一看他的那个linkin的履历 然后就是写哦 他是财务副总 然后伯克莱大学 我想说哦 所以你在学校上课也在学校教书或是工作 因为美国也会有这种嘛 就是我在公司工作是教职员 同时我也在修一门课或是一个修一个做事 然后他说哦没有我是那个MBA 然后我现在念MBA 然后我是我们那个社团 那个社团的某一个社团的 印度人社团的财务副总 然后我就想说你写在干嘛 因为比如说假设有个猎头 他想要找财务副总 对不对 他一搜寻就找到你了 结果一看仔细就发现你根本不是什么财务副总 而且他想要找的工作是产品经历 对 他就觉得你写在干什么嘛 对 浪费我时间 浪费你时间 所以我觉得不用 就是 除非说你真的有相关 比如说 我想要找的是财务的工作 然后我以前没有财务的经验 然后我进MBA的时候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社团 他们愿意让我当财务副总 那很勉强你可以放上去 那放上去也不要说是他可能是写社团经验或什么 所以第一是我觉得不用过度推销 因为你还很年轻嘛 所以以你这个年纪 会得有那些经验 那就good enough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没有经验 不是要用Linking拓展人脉 没有经验那去找经验嘛 比如说去实习 我要想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很多人问我 都没有时间告诉大家 就是很多人问我说 什么叫做无心的 什么叫做实习 什么叫做实习 因为我看那个比如说Facebook 他有一年有招100个工程师 然后我有申请 然后他都不收我 所以我就没有实习的机会 我问你一件事 假设你今天是一个大学生 然后有一个学校有开了一个活动 叫做说高中生可以来校园参访活动 然后他们只收50名学生 这50名学生 他们会带你走一圈 给你吃好吃的便当 结束之后还会带你去旁边一堂课 听起来很不错 如果可以报名上当然是很棒 可是你想嘛 你随便再找另外一个大学生 是你妈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然后说听说你也在正大上课 那不然那个我儿子 就是现在高中很想去你们学校看看 你可以早一天带他去房间堂课吗 然后学校逛一逛 然后在门口结束的时候 请大家吃个资助餐好不好 来给你们200块 对 他也可以得到一样的经验 对吧 他不用去报名那个50个人抢破头 每个人去还要写履历才艺表演 然后才能上 可是他得要一样的经验 实习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可能会想要那些大公司开出来的 有就是很漂亮的 全部一群人100个人进来 还有每个人都有T恤帽子 找得很好 可是你真正要的不是那个吗 真正要的是有一个进入公司 学习的经验 然后有那个履历的经验 然后有那个人脉 对吧 所以你要想想看 比如说你看迪哥说 我现在在招人哦 说迪哥我没有产品经理的经验 可是我愿意来帮忙实习 做个暑假 做个两个月不用钱 可以吗 来我知道 先跟迪哥聊完 看完求职计划 说迪哥愿不愿意收我 来帮你拍照 不用钱 好不好 或者是迪哥我现在有在工作 所以我没有办法来实习正职 可是我周末的时候 听说你们公司有一个另外一小的 是周末都会办活动吗 我可以来帮忙一些事情 可不可以做一阵子啊什么之类的 或者迪哥你有个新创 那我可不可以来 知道你有做什么事情 我可以来帮你做什么事 这些都是可以成为你的实习 然后这些都不是透过一个正 就是很直接的管道 然后像我上个礼拜 才跟一个人聊天 然后那个女生呢 她现在是哈佛大学的MBA 然后我就问她 你之前我为什么跟她聊天 是因为她在做以前一家公司工作 然后那个公司我 就是在心放上面有一些相关 所以我就问她说 你现在在公司工作做的怎么样 你怎么进这家公司 她说她那时候也是想要去那里实习 她一直写了一个 工作标准 她说如果我进来实习的话 这个是我的直缺说明 然后你我很有兴趣 我可以进来做这些事 我实缺说明都帮你写好 后来她就真的进去那里实习 然后就变成正习 嗯 了解 其实从爱雅跟分享 我就听到几个点 就是说 其实你今天如果是新鲜人的时候 你就想办法让你跟别的新鲜人 可能有点不一样 对就是你可以有实习的经验啊 或者说你也可以参加一些比赛 因为其实台湾办很多那种创业竞赛 然后因为我们这间公司有实习生 我觉得她也蛮优秀 她就是一个很喜欢参加创业竞赛的人 那我就觉得 其实你提前为你的职业 在做一些准备的时候 其实对于说你想要去找工作的时候 是一定会有帮助的 那当然阿雅提到一个点 就是如果你今天就是很想要挤进这个超级公司 譬如说Facebook好了 就是我她真的缺就这么少 那我能不能给你一个就是好 那我自愿来做 而且这是不拿薪水的 那我觉得其实是有可能被考虑的 对就是你愿意放弃一些东西 对而且坦白说 你根本不需要去那些超级公司 因为你实习的重点 他还是学东西嘛 第一是了解你适不适合这个工作 对吧就比如说我本来是做产品经理 然后我现在想要改做数据分析师 我以前是做业务 我现在想要改做物联网的什么东西 对你第一是了解这个产业 是不是你想像的那样 因为在外面看看不清楚嘛 然后第二是是不是累积一下 这方面的经验 所以你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产品经理 真正的行销人 对所以没有必要一定要去那些超级公司 我觉得看到很多人 我这几年看到很多 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好的 就是比较可惜的 就是我看到很多人就是脑中 只有想要进Google Facebook 然后Apple这些公司 然后他就一直觉得我就是要做这个 所以我如果没有这个我就不要 我就觉得我最棒 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我不要去 可是你要想说 你如果没有跨出那个第一步 你就很难走到 那你在这里浪费时间啊 对 与其你 我一直想申请Google 然后申请三年都没有上 那你为什么不第一年 就先去一家小的新创 学了经验第二年你可以去干嘛 然后第三年就可以上啊 与其在那边浪费申请了五年你还没上 那不如在那段时间可以累积自己的经验 你在想好像台湾考公务员 但是这个就没有适用在植牙上面 对啊对啊对啊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好哦 那再来下一题是说 如果过去在公司有参与很多的社团活 应该是在学校吧 参加很多社团活动都是核心的干部 也会负责规划年度的活动跟预算 下一份工作想要找专案经理相关的职位 对那这个社团的活动规划的经历 适不适合放在履历上面 他是要投一个国外的职缺 他讲应该是公司的社团活动的时候 他有去做类似专案经理的角色啊 那他现在是想要真的去国外的一间公司 投专案经理的职缺 那是不是可以放这段经历在兵器上面 或是履历上这样 经历是实习的经历还是什么 就是他在公司的社团里面 扮演专案经理的角色这件事情 我觉得比较难 因为毕竟他只是一个公司的社团 然后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做 就是linking上面可能不行 可是我觉得你履历上面 你可以放在一个session 叫做additional experience 就是额外经验上 然后你可以把那个额外经验就是放上去 就比如说可能 比如说就是假设我现在还在 就是假设我现在在一家大公司工作 然后可是我其实想要去的是我想去一些新创服务 可是我以前没有做过新创 那我可能履历上我就不能写做过新创 可是我可能有做过新创相关的事情 就比如说好 我有帮这些新创做新创导师 我有帮这些做advisor 我有做什么什么 那所以我就可以写一个session是专门就是entrepreneurship related 或是比如说你可能前面都是业务 可是你有做过 是你在社团做专案经理 那你可以加一个社区是专案经理相关经验 那这个是additional experience 然后什么dash 这个是program manager什么的经验 那这样就可以 那我觉得linking上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 你在你的title下面你可以写专案管理 没有人说你专案经理 对不对 可是你可以说你的端长是专案管理这是可以的 还有你的技能的地方 你可以写我善堂米结开发 我会就是控制时程 我会跟工程师合作 我会专案管理这是OK的 了解 那再来下一题就是要怎么跟别人保持联系 特别是比你资深很多的前辈或长辈 我觉得逢年过节就问一下他好不好 就是然后如果说有到附近的时候 大家都会比较像以前那些厂商啊 他们就是我们线上都不可能跟他约时间 因为真的太多了 可是如果他说我从亚特兰大飞来这里 能不能跟你约个真是半个小时喝杯咖啡 就觉得不好意思人家都飞来了 对 所以我会就是说 今天下午刚好在内湖 真的可以 我今天下午刚好从新途上内湖 能不能跟你聊一下 或者是说第二件事我要讲的是说 我觉得不要一直想要约大咖 我觉得真的没有需要 就是当然我年轻的时候也会想做这件事 为什么西北大学毕业了之后 找不到工作就去拜访了一堆大咖 对 然后最后写成商业计划 然后去毛遂之间 可是其实回头看就是 其实没有真的需要 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 现在进去也是实习的角色 你要的就是一个产品经理的工作 然后他可能理总经理有五成 上面上面上面才是总经理 所以总经理也不可能日刻害了你 而且在说他以前跟你也不认识 他也不可能立刻就拿着你的履历 然后去那个人桌上说 你来看这个人我刚聊过他很不错 大部分人都不会这样嘛 所以其实反而是 如果你有机会聊到其他的产品经理 可能更有机会 或是有聊到就是差不多 只是上一个level的主管 那可能更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过度铭信 觉得说就是大咖就一定比较好 或什么之类 然后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说 也不用过度铭信这种 他已经不在位置上 我觉得这个是很要不得 因为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在大公司工作嘛 所以很多厂商你就看得到这些厂商的 有的人就是你在就是没有他 你不需要他的时候 他还是对你很好 你就会一直记得他 所以然后所以我觉得雪中盛送炭 是最好的联系人脉的时候 嗯 哦对啊这边可以补充一下 因为其实很多公司里面 就像阿雅刚刚讲的 你找一个产品副总 跟找实际在做事的产品经理 其实你应该是要找下面那一个 因为他是真的在做事的人 反而产品副总有时候就是高谈扩认啊 跌跌策略啊打打嘴炮这样的 他其实不知道实际上公司在执行里面 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那你去跟产品副总聊 那顶多也就是真的是喝一杯咖啡 我们可能就可以闲聊很多事情 但是他不会真的得到你想要得到的资讯 或是说我到底适不适合这间公司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这样子 我这边有一些问题 他问说请问Linkins如何分辨 是不是收到大片 然后有遇过他问说要直接加我 LINE或E-mail的 哦 我很少欸 我很少遇到啦 但是 但是还是我都没有发现你被骗走 我不知道 但偶尔我会遇到那种来交友 就是 哦 请问你单身吗 我就会觉得有什么毛病啊 LINKIN 但是他应该要在其他地方问吧 怎么会在LINKIN上问呢 但是我个人是很少遇到 但是如果真的 我的原则是我都会先接受 然后如果有奇怪的我再把它删掉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很多人问我说 如果是猎头来加你 你要不要加他 你可能会想说 你第一下子可能会想说要啊 猎头欸 他在猎我 可是同时你也要知道说 猎头是来用你的人脉 因为他可能不是要猎你 他是要猎你身边的朋友 可是第一次你可以想说 啊那我就不要 我干嘛要给他 可是你要想说 猎头通常都比你更多人脉 对不对 所以他虽然用你的 你也用他的啊 所以我的原则是通常我都会接受 然后觉得奇怪的删掉 哦 了解 好 那我们继续再往下一题 呃 他是说一个比较有名公司的实习的这个会去比一个好学校毕业更好这样子吧 最底要问的是什么 盛rod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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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一下文件里面 诶 诶 我来看 诶 诶 我沒有看到耶,對不起,我找不到在哪裡 在最上面,然後第六行,然後莫剛也有丟給你吧 好的,我來看一下喔 我說,是不是那個 The purpose of a big name internship to leverage a better graduation offer or what you only say applicable for underclassmen 就是他問說,你如果去大公司實習的話 你不是希望得到return offer 因為美國就是本來你的實習完之後 畢業就叫你進來嘛,然後還是說是不是這樣子 還是說是不是為了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是也不是,因為第一還是要看你的背景 假設說你現在真的沒有什麼背景 然後你可能實習 我覺得要分是哪一種實習 就像你剛剛講,比如說你來Facebook實習一個那種真正的正式的program 然後他是比如說是專案經理 或者是他是,其實專案經理沒有 就比如說他是工程師還是什麼工程師好了 然後或數據分析師 那你覺得你結束之後他可以給你return offer 對那是可以 可是那種就是可遇不可求 就像我剛剛講的,他就是全世界收50個人 那你如果上了一幾棒 可是如果你沒有上 你是不是有辦法也找到一個其他科技公司實習的機會 或是像我以前有收過在eBay的 就是來敲門 就是因為說我願意來幫忙 然後我就說好吧,那我們有預算 因為我們還是要付錢嘛 因為美國規定一定要付錢 那可是我付你很少的錢 然後你願意來做嗎 我可以教你一些東西 然後他說要我要來 那之後就可以用這個經驗再去其他地方 比如說像之前我講過一個是杜威 他在書裡面有說過他的故事 那他之前是我在台灣演講的時候 他就問說我可以來幫忙當義工嗎 他就來,來了之後他就說我是材料系畢業 可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是數據相關的東西 然後過了一個月之後 我就發現我們上海的團隊有缺 就是不算缺就是可以接受一些幫忙 就是好像還算忙 然後所以我就問他說那你有沒有興趣 我們有一個其實不是很高的實習 然後他說好我剛退伍現在沒事做 然後有六個月可以做 然後他就後來就去了 他就退伍當天就買了一張機票 就單程機票就到了上海 然後就去那裡 做了半年之後他就用那個經驗申請了 上了美國的卡內基美容的學校 然後去學校之後 暑假的時候不是要找實習嗎 他就找到了一個 在以前在eBay工作過的人 那些人那個人離開eBay了之後 到了其他的地方 然後他就去了那邊他暑假實習 他就用再用那個暑假實習的經驗 後來畢業之後就上了Facebook 然後所以有很多時候像滾石頭一樣 你要滾一點滾一點滾一點 然後才有辦法達到你想去的地方 就是逐步的項目不要靠近 不要想要一次就打中那個點這樣子 對是的 他下面還有兩題是跟我們這邊人脈功能 比較有相關的 一個是請問有關於善用AQPACE人脈的文章嗎 OK就是其實大家都已經知道我們接下來想做什麼 我們接下來會開始去搜羅非常多 跟如何經營人脈存的這個主題相關的文章 然後會放在我們的生活室上面 同時也會在EDM裡面去提供給我們所有的用戶去看 因為我們覺得這真的是這個實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其實也非常多人在寫這個相關的主題 對所以我們這邊會做好整體之後會發送給大家看 對然後他還有問一題是說請問AQPACE的人脈可以打更多的內容嗎 例如自己的興趣 就是其實大家都很厲害 大家人人都是產品經理就是已經在告訴大家說 我們接下來的產品工程要做哪些東西了 就是我們第一版上線的時候確實是只有照片啊 姓名啊以及我工作的地方這樣子 但是在第二版部分的話是你可以打更多關於你的事情的 對因為我相信就是人都會需要可以去互相了解更深之後 才選擇我要不要跟這個人交朋友 對所以接下來其實我們會再增加蠻多的欄位是說 去更清楚的描述關於你這個人 然後以及說你想要找的去合作的夥伴跟對象這個都會把它加進去 對 有人問說要怎麼追蹤迪哥 然後你的交友團體在哪裡 追蹤我個人就是有個叫迪哥比記的Million 對然後也有IG 對其實你們就打Dick然後底線Note 對就可以追蹤到我這樣子 那或者說 我個人其實很常在滑 所以你們就多滑人脈其實也一定會遇到我 對就是我會一天到晚都滑這樣子 對 那個交友團體就是活動通他的那個APP裡面的一個功能這樣子 對 就是大家可能還沒有開通 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就是現在就下載我們的APP 板子又要再拿出來了對 本來它再也不會出現了 還沒有下載人脈功能的朋友其實掃碼這個QR Code 然後你就可以下載我們的人脈功能 對那其實我們就開通人脈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跟大家聊天了 那免費版就是每天是可以滑八個人的 對啊 所以就是我們可以慢慢累積嘛 一個月有240個人 對就可以拓展你個人的人脈這樣子 對 等一下阿雅你這邊問題超多的 所以我要持續的把問 快快快快 最後10分鐘 好最後10分鐘 好阿雅你好我想請問 如果本身只有研發就是類似工程師的經驗 還需要什麼能力才能夠升任專案經理的位置 就Project Manager 所以做專案經理的話呢 其實好處是專案經理很多是有certificate的 就是不要去上什麼P&P OK啦就是就是他是一個比較傳統的 但是在矽谷如果你想在科技公司工作 在矽谷科技公司工作的話就是 大部分都是敏捷的開發 所以大家會比較失望你有上就是 HR Certificate 或者是Squam Master Certificate 像這樣的東西 所以還蠻好處是他不像管理 他不像產品經理 產品經理如果你跟我說 我有去上產品經理的課 或我有去上產品經理的certificate 就比較沒有用 就是他純粹是為了你自己而幫助的 但是專案經理是有 所以我覺得第一是你可以上一些那方面的課 了解一下流程 然後再來還有就是說 好處是說工程師其實有一些公司 可能他不一定有專案管理 那其實你自己可以做當做專案管理 那其實專案管理的重點是什麼 第一是我怎麼樣能夠讓大家能夠 on time on budget 就是optimize resources 比如說好我現在想要做一個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呢 需要前台工程師也需要後台工程師 那可能前台還沒做完所以後台不能做 可是後台不能做 可是後台不能做那個人 就坐在那邊等的是做 那你這時候就要趕快丟兩個橘子叫他做 對不對 所以就是請他做一些別的事情 那其實就是專案管理 就是你怎麼樣在有限的資源裡面 讓他發揮到最大的效益 還有你怎麼樣 remove blocker 比如說這工程師怎麼一直做不出來 然後說因為我在等那個設計師 然後去問設計師 他在等你的東西知道嗎 所以說不知道啊他沒跟我說 對所以你怎麼樣 remove blocker 是一個專案經理很重要的位置 然後很重要就是 專案經理常常是老闆的就是左右手 因為就是我全部人都不知道 到底東西做到哪裡 只有專案經理真的知道說好 做到這裡 因為那個人在等這個人的東西 然後我已經跟他吹人 然後說什麼之類 所以這個東西是自己平常在 你自己現在的專案就可以處理的 嗯OK好 然後第二題是 請問如果在linkin有收到黑hunter的來信 會建議直接提供他聯絡方式嗎 譬如說手機啊電話啊 因為他說因為有聽過不乏 有一些人力顧問 只想趕快成交賺業績 並不會全面性的評估個人狀況 之後才提供適合的職權 那你要自己評估啊對不對 拿那個獵頭當然是為他 那他只要管理是不是適合 只要我找到人就是適合嘛 那你要自己評估啊 那我會覺得說 嗯 獵頭也是人嘛 所以你不要想說 只有你有我需要的時候我才找你 比如說我不一定都會回 可是我如果有回的話 我一定會說 那我覺得這個好像沒有適合我 可是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些細節 那我可以看看我可以幫你介紹什麼人 然後這時候我通常就會貼在那個群組 荒世代拓荒時代裡面 然後就會說有這個工作喔 然後大家可以那個 或是偶爾如果有比較好康的 我就會貼在矽谷阿雅的粉專 所以記得按照我的粉專 然後所以這兩個我是會做 然後我也會有時候也會幫他想說 欸我覺得蠻適合這個人 我就會傳另外一個名片給他 那我覺得第一就是順手幫人家一個忙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要想他可能現在手上沒有適合你的 可是他總有一天等到適合你的急缺嘛 所以我覺得保持聯繫是OK 你可以給他們聯絡方式 但是至於說你要不要真的申請那個工作 是只有你自己才能夠評估 喔對然後獵頭這邊 我是給個建議就是說 其實你一定是要跟他們有相處過 不然你不會知道誰是好的獵頭 誰是不好的獵頭 這個就是可能需要經驗去累積這樣子啊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可以盡量敞開一些心胸 盡量的多借助這樣會比較好 不要說就因為很多人會問我說 就是怎麼判斷要不要看一本書 我說你書看的夠多你就知道這個書要不要看了 對你一定得要先開始看書 你才知道哪本書會有價值 就像阿雅書特別有價值一樣 好再拿出來打一次 最不容易想到就算了 狄哥看到最後也還問了我很多問題 對啊我們今天整個都是整個K完三遍之後才來問 最後我們問說 有最後一個問題 對就是在跟黑漢特溝通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第一有 有就是跟黑漢特的時候 有幾個東西啦 我覺得其實遇到機率不高 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是第一個是 如果他是 黑漢特其實有幾種 尤其在美國 有一種是他叫做Retainer Base的 就是他就是負責這家公司 他就會一直待在 他就一直最近未來六個月 最來一年就是負責這家公司 反正我就是一直幫你找這邊的案子 然後有另外一種是 他是commission 就是可能他會丟給十家公司 然後十個獵頭自己各自各評本事 所以我常會可能一下子突然接到十個獵頭 都同一個位置 那像這種的話就是 如果你已經有跟一個獵頭聯繫 然後你又收到一樣的位置 你一定要告訴第二個獵頭 因為很多時候他 第一是你會害第二個獵頭 就是白做工 第二是有時候公司如果兩個獵頭都審 他可能會無法分辨是誰先找到你 然後他就會直接把你的那個資格取消 因為對他來說就是麻煩嘛 他不想付兩邊錢 再來是他也不想要有什麼爭執 知道誰是誰這樣子 所以他就會直接把你資格取消 所以有遇到像這種一定要特別小心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說 可能第一想他其實只要check a box 就是譬如說他會想說來資缺有這些這些這些 他只是想要知道你有沒有check every single box 所以你沒有必要就是真的講得很深入 可是你要很清楚知道他到底要找什麼 然後讓他知道如果你真的有符合的話 讓他知道你真的有符合 那這些東西然後就點到為止就可以了 嗯好OK 好那我們今天的問題跟直播差不多是這樣了 那剛剛我們有個抽獎是說你要說嗨四股阿亞 然後你去標註兩位朋友 對那這個東西其實我們的Moto這邊已經抽獎抽出來了 我們有三位得到我們就是一個月專業版的人脈功能 那每天你可以花50個人脈 就跟本來免費八個差了大概六七倍這樣子 對那價格價值是一個月的590元這樣子 那這邊中獎的人我現在公布一下你們的姓名 Moto這邊也會在跟你們做聯繫 對一個是Gina謝 對然後第二位是劉韋婷 然後第三位是莊謙怡 對那就是這三位恭喜你們中獎 對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我們的Moto這邊會在視訊跟你們做聯繫 就是再麻煩你們提供你們在EQPACE的會員帳號 我們才能夠幫你開通這樣子 對好那直播到這邊就非常感謝阿亞今天的時間 對就是時間也晚了你應該要去吃你的甜點了對吧 是不是我已經那個一直在想說要今天要吃島灰還是沒有 我們這邊沒有島灰啦可惡 大家在台灣要幫我多吃一點剉冰耶 現在台灣很熱對不對 都是一點冰 趕快雪花冰啊什麼剉冰啊芒果冰啊 聽起來就感覺很不錯 我們這邊都沒 我們要炒冰淇淋而已 好我等一下馬上就吃給你看 對我會吃豆花跟仙草蜜 好啦那就謝謝各位就是跟我們從直播的 就是從11點到現在12點20分都一直跟我們在一起 對那如果你還想要跟 就是想要聽哪一位專家來分享關於人脈這件事情的話 可以在下面繼續留言 那EQPACE這邊會盡力去分享 對那大家不要忘記一定要去按 矽谷艾亞的粉專的讚 對也要按EQPACE活動通的粉專來讚 對那我們今天直播就到這邊 那艾亞也跟大家說一下拜拜吧 哈囉謝謝大家 今天跟大家玩得很開心 所以不要忘記 EQPACE今天有那個人脈的那個功能 然後還有我的書追不到晃想創一個 然後記得也可以加入社團 叫做晃世代 我會在上面PO一些相關的職缺 然後也回答一些問題 然後接下來以後還有 迪哥還有很多很有趣的直播 然後艾亞接下來也還有幾場直播 然後歡迎大家繼續追蹤 我們下次見囉 好的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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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